除了這個俄羅斯帶給中國大麻煩 之外也有用一下敏寬 其實中國現在疫情也蠻嚴重的 不過平常心講 這兩天台灣的疫情 這個也讓大家蠻擔心的 今天早上股市一開盤 大家嚇一跳 盤中最多跌快300點 還好尾盤拉了上來 收在17520 但昨天的那個國內感染82人 然後整個回國的部分的話 是120人加起來是202人 真的有嚇到人 那嚇到人之後 還好今天有做收斂 今天星期一的一個數字是 國內34 國外回來93 所以我們一折一折來談 最近很多人都說 台北股市全球股市 怎麼都在跌 心來說 這一波的叫做 所謂的一個全球性的風險 那這波全球性的風險 存在幾個重要的一個變數 戰爭當然是第一個 我們每天都在看 疫情這一波 我們在台灣是相對好 其實這一波全世界的疫情 都很嚴重 國外好多的元首都中了 甚至於像整個很多國家的一個元首 在開胃的過程當中 一下子就感染了 這也是很麻煩 通膨也是一個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你知道最近台灣在出現什麼嗎 是什麼 投資客的拋售潮 拋售潮 為什麼呢 因為投資客他們買了很多房子 那各位很多人在想說 投資客人家都口袋很深 其實並沒有 他們也是做槓桿 那如果很多房子每一間都升息 升息一碼 一千萬一年會多兩萬五 那你如果買很多間壓力也是很重 上海封城災情不斷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發現台股一開盤就跳水 那跳水一度重挫達三百多點 還好尾盤拉了上來 但今天比較大的一個麻煩是 整個台幣的一個部分 台幣又呈現貶值 那台幣貶值就代表外資再匯出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說 現在談國內的一個部分 這一次多點炸開 那多點炸開之後 再來要怎麼守 現在國內的一個部分的話 目前感染是十一條線 所以為什麼會出現的一天當中 國內就八十三人 星期天 這個是非常恐怖的一個數字 但現在有個麻煩 什麼麻煩 就是萬華事件很怕再翻檢 是啊 萬華這次最擔心的 像以目前的一個陳時中部長來說 他最擔心的就是基隆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基隆有所謂的小吃店 卡拉OK文化 那這次感染源就在那個地方 那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後面該怎麼辦 各位不要忘了 去年五月最大的一個麻煩 就是在萬華事件 但這次目前來看不會那麼嚴重 你知道為什麼嗎 疫苗 那這次我們如果觀察 有三個領先指標 我們先觀察歐洲丹麥的一個數字 再觀察英國的一個數字 再觀察美國的一個數字 因為我們目前國內疫苗的滲透率 大概跟他們差不多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是不用那麼擔心 但臺灣還是要守喔 很多國家守得很辛苦 多辛苦呢 我們現在談韓國 韓國看到那個數字我都嚇一跳 你知道一個國家五千萬人 兩百萬人在家 兩百萬人在家比你很高耶 對一個國家五千萬人 兩百萬人在家 那現在韓國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韓國現在五千萬的人口 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一千萬了 五個裡面就一個確診 已經確診過 確診過的 已經確診過 那也很嚇人耶 然後過去一個禮拜呢 最多的一個數字是六十萬 所以兩百萬人在家隔離 但這一波都是輕症 所以都在家等病好 那等病好之後呢 現在重點是在於 所謂的檢驗能量這一塊 所以對於韓國來說 先說喔 韓國的五千萬人 確診超過一千萬人 現在兩百萬人在家隔離 這個是目前韓國的一個狀況 但現在這一波比較麻煩就是在於 還在討論中的中國跟香港 因為疫苗問題 我們已經跟各位說過很多次了 有些人說有部分的效用 有些人說沒有太多的一個效用 但無論如何數字壓不下來 那數字壓不下來 現在香港就很麻煩 為什麼呢 第一個東方明珠不再明亮 為什麼呢 外資在跑 外資在跑了 單單過去兩個月 這個數字很恐怖喔 單單在過去兩個月 從二月到三月已經十三萬人離開香港了 急著離開香港啊 急著離開香港 那為什麼急著離開香港呢 此處不可留 他們的觀點是此處不可留 為什麼此處不可留呢 疫情的一個關係 通膨的一個關係 最大的一個麻煩是 他們所有的跨國企業現在就是 過去錢好賺 很多事情我們忍 那對於香港來說的話 外食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高房租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因為所有的房地產都是有錢的 溢價空間很難 那現在生意沒那麼好做啦 怎麼辦呢 所以呢過去呢 香港 我們以前喔 二十幾歲的時候去香港 香港還有所謂的那種 所謂的路邊攤文化喔 到了前幾年去都沒有了 全部都是跨國企業 全部都是賣高檔產品 全部都是賣精品 全部都是賣3C 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那如果哪一天這些不再有市場 進入了所謂的一個 電商的一個市場 後面該怎麼辦 目前香港就是這樣喔 那歐洲商會這句話很重 歐洲商會說什麼呢 歐洲商會直接在 最近發布了一個說法 是香港已經完全癱瘓了 香港已經完全癱瘓了 對於歐洲商會來說 比較簡單說就是說 歐洲商會這句話就是 借所在沒有行李堂做 我們歐洲商會 很多地方有商會 先說歐洲商會跟美洲商會 我都有我都熟 他們的重點就是 未來的三年 未來的五年 未來的十年 你的政治 你的經濟 你的整個國家的一個民主 未來的發展性在那邊 最簡單的是我真金白銀 來到這個地方做生意 第一個我要能賺 對 第二個要安全嘛 第三個能夠全身而退嘛 對 那如果呢 這三個條件沒有辦法保全 這些什麼歐洲商會 美洲商委 他們就不會去 那想不到呢 在昨天晚上炸鍋 炸鍋在上海 突然間說今天早上五點鐘要封鎖 突然說五點封鎖誰來得及準備啊 所以大家衝啊 大家一直衝啊 半夜衝哪去啊 衝超級市場 衝商場 衝你能夠買的地方嘛 突然間說先說哦 上海說封鎖是大事 那是啊 兩千八百萬人耶 是啊 然後說鎖就鎖哦 然後呢大家開始跑哦 一開始跑你知道第一件事情跑到哪邊嗎 跑哪跑去超市 超市對 能買的盡量買 為什麼能買的盡量買呢 嚇到了 真的嚇死了 過去兩年的一個時間 你知道嗎 曾經還有我曾經看過那種網路文章 那個報紙沒有刊 他們說他們一家人靠二十個饅頭撐了兩個禮拜 太扯了 為什麼呢 他們封鎖 講句實在話也不太人性了 他們封鎖是說封就封 全部圍起來 真的 所以產生那種很吊詭的哦 有人被封在車上 還被封在車上 聽說車上你怎麼上廁所啊對不對 然後之前上海哦 還有那種整 整整區的那個攤販哦 每個人都準備睡袋 就睡在攤子前面 封起來不能出去 也不能出去 然後呢還有更誇張的哦 公廁所有問題對不對 風說風就風 然後呢整個社區幾萬人 一個人感染說風就風 所以呢 香港突然間分區管制的時候 突然間一件事情是 大家沿路搶對不對 搶到後面 中國大陸有一個神奇的景象 然後大家搶東西就打架 就打架 對沿路就打哦 然後打完之後呢 就可以發現很奇怪的事情 就有人跟聖誕老公公一樣哦 一次背 背三四代 怕搶不到啊 裡面都是罐頭 真的 先說 為什麼這樣搶你知道嗎 我封起來之後 如果你家裡面沒有準備食物 你就是叫外食 但是外食也要有菜啊 也要有肉啊 也要有材料啊 高麗菜漲到一顆三百塊 然後隨便一個什麼馬鈴薯啊 都動輒都是三倍翻四倍翻 你一般人怎麼承受得住呢 這是大打出手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發現 每一區有每一區的文化 你知道在香港在封鎖的時候啊 整個貨價全部搶光哦 只剩什麼你知道嗎 辣椒 辣椒 因為香港人廣東人不太愛吃辣 所以只剩辣椒 這次上海沿路封哦 封到最後所有的東西 連那個菜葉都有人在說 這個要不要撿回去哦 只剩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酸菜牛肉麵 酸菜牛肉麵 那為什麼是酸菜牛肉麵呢 因為上個禮拜那個餐是太噁心的 邊抽煙邊用腳踩 沒有人敢吃啊 那可是呢 真的沒人啊 為什麼呢 這個是現在上海最出名的 這個叫網紅區 那為什麼網紅區呢 網紅區有點像台灣台中那種 所謂的紅茶區啊 那種所謂的步行街區 弄得很漂亮 很多網紅去那邊拍照等等的 先說哦 一個城市兩千八百萬人說風就風 結果一封完之後 美股旗 原油旗全部都下跌 為什麼呢 大家慌了 慌了 上海耶 風起來耶 這是何等的一個大事啊 但現在呢 全城市空空如也哦 所以今天連王美花都說了哦 突襲式的一個風控 那真的是突襲式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讓大家嚇一跳啊 七八點鐘說 明天早上五點要開始風 各位你怎麼會動啊 先說這個國家完全沒韓性 你知道嗎 不到十二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衝啊 衝去超市能買的盡量買哦 但今天很多的股票都在跌停板 那為什麼在跌停板呢 先說 他現在說風 你的出貨怎麼辦 對啊 員工怎麼辦 然後再來呢 銀行之間的資金的一個整個聯繫 這個要怎麼辦 所以目前王美花已經說了 我們目前都在監控當中 但很多台商在出貨上一定會出現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這次的訊息真的來得太快了 哦